每一個類別的第一名 我就直接把它買下來 我買了這麼多 滿的 滿的 這是美妝類的第一名 我不太喜歡欸 完蛋 架上真的找不到 那一天買到之後 再也沒有看到它 Hyo 色情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去購物 大家去韓國常常去哪裡 Olive Young 對不對 就是大買特買 可是我們常常走進去的時候 想說 欸 不知道要買什麼 因為眼前的東西太多 我們今天要用一個方法來購物 就是呢 你們知道Olive Young 它有官網嗎 它有一欄是排行榜 然後你一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週每一個月的排行這樣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根據這個排行榜來買東西 每一個類別的第一名 我就直接把它買下來 買回來試用看看之後 再告訴大家好不好用之後 就可以知道說 根據大家喜好買 到底準不準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馬上出門去購物 我現在呢 從江南站10號出口那邊走出來 一直直走呢 就會看到一間很大間的地不一樣 那我會特地來江南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這一間的店名叫做江南城店 你只要看到有town 就代表它是一間旗艦店 就是比較大間這樣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活動呢 就會在那邊舉行 然後可能貨量啊 就會比較多元 買比較多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裡 這個很紅 它連指甲油都有最紅的 就是這個 Tinto這個 它顏色非常的多 買妝第二名是這個 排行第四名的 香水類的話呢 CK跟這個 Porman是最紅的 但因為我香水很多啦 所以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卸妝洗臉類 第一名是這個 我要買第二名的這個 Auna的 Skincare其實很想買第一名這個 目前還沒找到 然後第二名就是這個 它現在在一加一活動 觀眾如果有男生的話呢 最適合的第一名的是這個 Ideal這個 頭髮第一名的是這個 第二名是Karina代言的 來家用品第一名 熊寶貝 衛生用品 第一名牙膏 第二名是這個 它是迷你牙膏 NEW BRA 第一名是這個 RE MOVE 它還有分不同的顏色 Size 6公分 8公分 10公分 我回來了 我跟你們講 我買了這麼多 滿的 滿的 超級多東西 但是合計大概 五千出頭 我覺得還滿划算的 因為這次剛好很多都是在特價 而且呢 我逛街 逛到一半的時候 遇到誰 你們知道嗎 陳冠瑞 不可能 不可能會在這裡遇到他 而且是冠瑞 他先看到我 他說 欸 阿鑫 他剛剛包很近 然後我就還看了一下 什麼說 冠瑞 欸 怎麼會在這邊遇到這樣 然後他剛好是 就是韓國有行程 就來這邊這樣 怎麼會這麼巧 然後我決定呢 先試用個幾天 後面再來跟你們分享 他們的心得 好的 我們現在呢 要來review一下 這些商品 現在禮購買的時候 應該有兩三週了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網上賣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參考價值 貝果的餅乾 很好吃欸 我一吃想說 看這個口感也太讚了吧 一下子就把它吃光光 他就是那種很脆的那種餅乾 就你吃下去就會覺得說 哇 他好像真的就是有拿去烤的感覺 做的真的是蠻好的 這個徐璇代言的 Diet Care 好像就是你吃它 然後你就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保住感 幫助消化啊 還什麼的 很喜歡 我下次還會想要買耶 小小的一條 然後這真的就是果凍喔 完全就是果凍 藥丸形式的也有 如果是藥丸 然後我就會不吃 永遠 forever不吃 就用這種Jelly的話 我就會吃了這樣 所以就 你可以買這個 這個是美妝類的第一名 是這個嘛 這個眼線筆 Unusing代言的Clio的牌子 我不太喜歡欸 完蛋 滑起來 非常的順 超級順 但是 很容易暈 它真的超級容易暈的 我覺得這韓國已經很乾了喔 已經算是不太會暈的那種天氣了 但是 不到四個小時 旁邊已經暈成一片了 暈到下面來 我之後呢 可能會把它用在 內眼線的部分吧 但 因為它真的很好畫 拍比較短的那種影片的時候呢 當天如果只要帶妝很短時間的話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用 再來美妝類 名列前茅呢 還有這個產品 就是 唇釉 丁頭 我之前沒有用過 然後呢 我用了覺得 還蠻喜歡的 顏色是長這個樣子 喔 上一層的時候是比較偏透明感的那種妝容 然後再上第二層才會稍微飽和一點 它本身是有香味的 是那種甜甜的果香 但是呢 它不是那種持久的那種唇釉 就是它你可能喝個東西吃個東西 它就會不見了 是要補妝的那一種 沒有拍在影片裡面的 我還有買一個東西 就是呢 張元英代言的這個 amuse的氣墊 它其實是那種不太好帶出門的氣墊 但是你知道張元英的臉在那邊 就會覺得 喔 很想要買 打開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 圓形的 擠一下呢 是可以擠出蠻多的粉體的 可能要上多層一點 才會比較有遮瑕的那種 上比較多層的時候 你會想說 欸 不見了嗎 沒有 我跟妳講 眼線全部在這裡 我個人來說的話 是沒有那麼持妝的 就是大概戴妝個 四五個小時以上呢 會稍微有一點浮粉這樣子 然後看起來油光會有一點嚴重 然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它的色號真的跟我太不搭了 我的臉是偏黃的 它的色調是偏紅的那一種 冷色調的人的話 可能可以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美妝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Docent的遮瑕 他們家的遮瑕 我一直都還蠻喜歡的 就是之前那個比較小的那個遮瑕有沒有 那個我真的回購超級多次 然後這個是我第一次買這種 比較偏調色盤 我覺得它的色調啊 其實有一點亮 使用方法就是 你要稍微這樣子 用你的指腹去融化它 有沒有 這樣奶油的質感出來之後呢 這樣子才可以真正發揮到它的遮瑕功能 橘色調的話 我都是拿來遮黑眼圈啦 因為就是黑眼圈敵人嘛 然後綠色的話 就是如果我這邊那一天有一點泛紅的話呢 就會用綠色 遮瑕的這個顏色呢 比我的臉還要亮 所以我會把它拿來打亮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的 公用還不錯 然後它的質地這樣稍微激活之後呢 它是可以變得非常的滑順的 所以大家使用前就是要記得用指腹去融化它這樣子 美妝系列的還有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指甲油 我買了它嘛 我現在手上擦的就是這個指甲油 它其實這樣擦上去的時候是比較偏紅色調的 有沒有 它是比較偏紅色調 過個一個禮拜它就會比較偏橘色調 它會退色嗎還是怎麼樣 我不太清楚 這個顏色好像退的有一點奇怪 然後接下來是保養類的東西 首先是這個洗面乳 Annoir 我用起來覺得蠻喜歡的 它非常的溫和 我記得那時候我原本是帶另外一個洗面乳去韓國嘛 然後我妹來了之後呢 它就是用不慣那個洗面乳 對它有說太刺激 然後我就說你要不要用看這個 這新買的 然後感覺是比較溫和的那一種 然後它用了之後呢 就很喜歡 它的確是 對於那種敏感肌是可以使用的那種洗面乳 它是有標榜說它可以生成淨化你的毛孔 然後我使用上呢是覺得 欸還不錯 它是真的 可以洗得蠻乾淨的 洗完之後呢 也不會說到很乾澀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這個是真的還不錯 退退 再來呢是 Daiba的這個噴霧 上下分層的那種 它上面呢是這個精華這樣子 所以使用的時候呢 要這樣 你要真的很認真的去搖它 然後搖到它就是不會一下子就分層之後呢 這樣子就可以噴了 它真的是 很細緻的那種耶 就你噴的時候不會有很明顯的水珠 我會把它拿來用在那個 就比如說那天 可能妝有點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這樣 稍微噴一下這樣子 嗯 讓它有點保濕的感覺 然後你妝又不會毀掉 另外一個也是保養品的東西呢 也是這個東西 超級難買 VD Little Shot 300 然後我用了之後才知道 難怪它是排行第一名 這樣子一Shot這樣上來 馬上推開 馬上喔 欸這罐真的超級酷的 你這樣擦上去 它會有一種微微刺刺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我們去做那種衣媒有沒有 很像是在自己家裡在做這個衣媒 上完化妝水之後就可以上它了 然後再來呢是防曬 也是剛剛那個牌子 Daiba我買的是那個比較水潤的版本 它另外一種是tone out 就是你擦上去之後 它會幫你潤色的那一種 它是真的蠻好用的 你看這樣 把它推開 它是真的比較水潤的那一種 它防曬係數一樣是50加 然後PA4個加 我會把它拿來上一遍 它防曬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這次去一趟回來沒有變黑 再來還有一個東西 架上真的找不到 我那天買到真的是幸運 鋪唇膏 那一天買到之後 再也沒有看到它 這個牌子最近真的超級有名 Toridon 它的頭是長這種形狀的 有沒有 然後擠壓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上唇的這種 然後因為是斜斜的嘛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擦 帶在你的包包裡面 超級方便 真的很紅 所以一樣好不好 如果你們有看到它在架上的話 就先把它帶回家吧 接下來是這個 棉片 一串裡面有60片 一片長這個樣子 它就這樣圓圓的 用途還蠻多的 眼唇卸妝一擠上去 這樣子 這樣卸 這樣卸 就可以了 然後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濕敷 你就把那個化妝水這樣子放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貼在這裡 我在想它會名列前嗎 應該就是因為 每天都用得到啦 用途又很廣 再來是這個東西 它是痘痘貼 有刺刺的這種痘痘貼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它打開就只有這樣 少都不行 它是真的長的就是有那種刺刺形狀的 真的想嘗鮮的話再用用看啦 但我覺得韓國的痘痘貼呢 他們有那種比較小包裝的那種 我覺得買那個就夠了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褲東西 皺紋貼 哈哈哈 這個是眉間貼 跟這個法令紋貼 我跟你們講 買這個就好 這個超級推 它是長這樣倒三角形的形狀 然後你把它撕下來之後貼在這個眉間三角這邊 然後因為我睡覺的時候常常會皺眉 我起床之後就會很明顯這邊會有兩條 貼它 直接沒有皺紋 隔天起來這邊平到不行 對於這個眉間這個皺紋很在意的話呢 要買要買 然後再來這個法令紋的這個呢 我不推 它是長這個樣子 很像豆子形狀的東西 它是說貼在這個 這邊有沒有 不推的原因是什麼呢 真的完全貼不住 我們臉這邊其實是會有一點點凹陷下去的 所以其實它貼上去之後呢 會一直跑位 醒來之後它已經飛到別的地方了 我就完全不見它的蹤影你知道嗎 完全不見 它的效用比較沒有那麼大 就買那個眉間那個就好了 再來還有一個東西 NEW BRA 然後它是用這個盒子這樣裝起來 在高級什麼 然後這樣打開 這個我喜歡 我跟你說夠薄 它很薄 你這樣貼上去之後呢 就不會說到 喔很有東西在那裡一塊在那邊的感覺 不會 它的黏性很好 黏上去它就是 完全牢牢的貼在那邊 因為我之前用過 就是黏上去之後 它邊邊就開始這樣尿尿這樣 因為它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所以你用完之後呢 你就是把它洗一洗 然後稍微這樣亮乾 它的黏性就會恢復 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又有分很多尺寸 買比較大 你就可以買大的 我應該是買最小的吧 應該是吧 那麼小 夏天內衣穿不住 你就貼這個就好了 算都不行 然後另外一個不在這裡的東西呢 是這個面膜 它是那種發泡的那種面膜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什麼時候買來 就是玩玩看這樣 它只要一接觸到你的臉 它就會開始發泡 然後你靜置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的臉就會充滿各種泡泡 但是它這個面膜呢 是需要洗一點的 就是你拿下來之後 要把它洗掉這樣子 那會不會回購呢 我個人目前應該偏 不會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麻煩 長鮮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那美白的話 因為只有用一片嘛 是有點感受不太出來啦 然後再來呢 我還買了銀杖錐面膜 我買了這些回來 你知道Made It Here是真的超紅耶 就是台灣也有引進啦 只是因為在韓國買比較便宜嘛 然後它又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這其中最推的是哪一個呢 巴巴這個 因為它是補充水分的這個功能 成分可能就相對再更單純一點 因為它真的就是補充水分 粉紅色這個也蠻好用的 橘色的這個我也有買 然後它是Brightening 美白功效的這樣子 維持肌膚的生態平衡之類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它 這系列這個功能超級多 所以你就看你自己比較需要什麼的話 你就是挑挑看這樣子 最明顯的就是 如果有敷面膜之後 然後再上妝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一件妝超級服貼 如果你那一天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看偶像 很重要很重要 敷一下敷一下 又很便宜 然後有個東西忘記跟你們介紹 就是這個 浦明英代言的髮膜 它是不用洗的那種髮膜 你就擠在手掌上 抽熱之後呢 抹在半乾的頭髮上 接著把它吹乾 然後你的頭髮就會變超順 我覺得超級好用的 我真的是推推 好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在Olive Young 按照排行榜這樣子買下來的一些產品的 心得 整體這樣綜合看下來 真的可以按照排行榜買 口碑好 大家才會去買 因為Olive Young 你移進去 東西那麼多 真的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你就按照排行榜上面買 踩雷的機率是真的降低很多 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 大家還想要看什麼樣的韓國系列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想到這邊 大家記得按訂閱分享喔 我們下期節目見 掰掰 哇 這個單字我不會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來查一下 這個時候就要出動我們的 趴趴夠 oh ok 滋養 來 滋養